鸡眼与脚面破皮案例 李女士78岁住在香港 受鸡眼困扰近一年 步行超过半小时则隐隐作痛 而脚底鸡眼处日渐变硬影响走路 学员本身认识原始点 故持续自行按推相对应之脚面隐状机 可能用力过猛致脚面破皮红肿 遂向推广点求助 错误原始点处理脚面破损红肿 原始点处理过程 2014年12月14日 见其脚面处已破损红肿 了解后得知 李女士对原始点之理解不甚透彻 例如她只有白天才喝姜汤 认为晚上喝姜会太刺激 导致失眠 而且她住处室内温度偏寒 却不以为意 经详细交流后 与学员定下具体处理方案 一 全日均饮用浓姜汤 约500克新鲜浆包1公斤水 代替所有饮料 二 脚面破皮处不能再按推 尽量长时间红豆袋温肤 以外热源协助本处伤口修复 三 脚底肌眼处则已将宜温肤之 四 因脚面有红肿 故按推脚踝相应原始点 按推相当痛 按后加强温肤脚踝 五 提醒每天如此进行处理两回 六 加强内外热源 晚上睡暖电及开暖炉 助于饮食提升整体热能 以助修复 七 建议每天爬楼梯约10分钟 当中饮用姜汤以做补充 因为是78岁长者 提醒需量力而为 原始点处理结果 一 与停止按推脚面后 只长时间温肤脚面 数天后脚面红肿明显消退 二 加长时间温肤肌眼处后 肌眼相对变软 三 每天加强按推及温肤 脚踝原始痛点 约10天后脚面伤口已见修复 四 配合浓浆汤 长时间整体温肤运动及注意饮食 与室内保持暖和 患者感觉体力更好 五 持续按脚踝 加强温肤脚面与脚踝 前后共一个月 脚面症状消失 而肌眼处已不硬 长时间走路也不再痛 2014年12月14处理前 约一个月处理后 2014年12月14处理前 约一个月处理后